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我是本期主角黄千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太极拳被我们自己细称为挨打拳 现在目前这个圣上的这种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只要练武的,一说你练什么呀,你练传统武术 首先低开你一眼,低开你一眼 尤其是面对那些练现代搏击的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传统武术的 他先低开你练中国传统武术的,低开一眼 然后练传统武术里面呢,再一问,你是练什么拳的呀 一说练太极拳的,好,再低开一眼 再低开一眼,觉得你浅一世觉得你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太极拳被玩坏掉了 被玩坏掉了,他因为太极拳目前是因为受到国家的大力推广 所以呢,以健身养生为发展为主 所以呢,现在好多人练拳,虽然练的是各种操 只能叫操,说操都可能是抬举了这个 但是他好多人只说我练的就是太极拳 所以给人很多人的印象,不明白太极拳的人的印象 就是在你太极拳的人不行 尤其有一些是什么呢 哪怕你真正下功夫去练太极拳 你练功夫,练出很强的功力来,装架也很稳 这个定步发力很猛,你一推那把人飞到账外去 飞出去飞到账外去 这种人也不少 但是呢,一旦动起手来,进退失聚 完全发挥不出他应有的一个威力 别说就很潇洒漂亮的营人 这个都不指望 就是说你输得好看一点都很难做到 完全被打得毫无还手能力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练法打法的错漏 我们传统武术分练法和打法 那么打法就是怎么去战斗 那么怎么去战斗这种需要 就决定了我们的思路 我们的思路就决定了我们的练法 我们要为我们的打法这个目标而服务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是什么表演方法 训练方法和那个运用 也就是打法 这三个方法分不清楚 互相混淆了 甚至说连打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已经不知道了 只有表演方法和练法 虽然你很下功夫练 一天练个十来个小时 堪比专业的运动员 而且一坚持就坚持了十几年 几十年 功力也深厚 但是你确实就是动不了手 所以这也是太极拳被视作为挨打拳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现象 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这是 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采用另一个方面来说 为什么它叫挨打拳 因为它是表演方式来说太晦涩了 它不像别的拳 比如说像少林拳 或者说像搏击 它们都从最简单的 一拳一腿入手 比如说练少林的 一扎马 然后就这样的 这样的 反复这样练出拳 像练搏击的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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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踹 这种各种方式 它从最最简单的 最最基本的 一拳一脚入手 这样的话呢 人容易理解 也容易锻炼出 最基础的一个杀伤力来 那么太极拳呢 不一样 目前给大家展示的 太极拳的一个训练方法 往往是从套路入手 往往是从套路入手 那么这个方法 是怎么会给人感觉 因为它要求圆润了 所以它不像大家看到这种 有这样的打击点的东西 几乎很少 基本上给人的感觉 都是这种的画圈 各种的画圈 那这个画圈是 那这个画圈是 干嘛用的呢 好多人都不了解 不明白 所以呢 心里是一塌糊涂的 在跟着练 做这些动作 而且 这只是对新人来说 是一个障碍啊 而且呢 相对来说 这些各种画圈的东西 各种画圈的东西 其实在武术里的 技法里来说 都是高级内容 是高级内容 它不是初级内容 不是初级内容 就是这种一拳一腿 还有前进 后退 左闪 右走 这些是初级内容 但是你这种各种 这种画圈 比如说我们的柿子 这种呢 画圈 啊 画圈 像这种我们 纯具态圈里面 常见的启示 那么阳式的呢 啊 这一类的东西啊 就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呢 这些东西 其实在 对人的要求啊 它的技术 本身并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呢 它对人的要求 会特别高 特别特别高 它源源比你这种的方式 要难啊 因为这种方式 哪怕你是刚教你的 你就这样出拳 对就这样出 然后你就练三天 然后你就可以去打架了 对不对 哪怕你再害怕 你看到人来了 你也会闭着眼睛 咬着牙 打一拳出去 这是本能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学会这些东西 你 这不是你的本能啊 这不是你的本能 要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你看到人家拳脚打过来的话 你会本能做这些动作吗 肯定不会这样做 画圈动作的 对吧 所以呢 他对人的要求特别高 他在太极拳对外的这种套路里面 表现的形式 往往是更多的高级技巧的综合 很多是高级技巧的综合 而不是初级技巧 他把这些初级技巧 其实呢 是隐藏在了 他的训练体系的入门阶段 他并没有在套路里直接表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练太极拳的人 如果你说想表现的 以太极拳的味道去鸡鸡的话 这对人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 而且也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所以呢 你在练太极拳的人 你是纯以太极拳入门啊 入门去锻炼追求功夫 追求积极的人的话 你必须从最低基本的去练起啊 一步一步涉及到这些高级技巧 然后才会有一天才能运用的上 一开始就学这些高级技巧 什么掠手啊 掠了之后再近身 再打你 把这时候逼下去 打你各种的太高级了 这个技巧啊 太难做到了 所以呢 你练太极拳的人 一个是练功的 功夫上升的速度 比别的拳要稍微慢一些啊 因为他对基础的要求高 而且他对你的身体的 这种力量的柔韧性要求特别高 第二个呢 就是这种高级技巧 他表现了更多 也就是这种高级技巧 才能更多表现出太极的味道 但是我们一般练 更容易练得表现出来的 更容易用得上的是那些初级技巧 是那些简单的一拳一腿的东西 所以呢 你是练太极拳 你练个练个两三年啊 练个两三年 你说就想表现出非常漂亮的 明显的表现出这些技巧的话 其实是很困难的 相对来说 你上功夫上升的速度要慢一些 打法能用的上的上升的速度 也相对慢一些啊 都是相对慢一些 所以呢 在真正的这种传统的武术圈子里面啊 我们都说 练别的拳 比如说练行业练八卦 它都好像是猛火灼烧 很快就能出效果见效果 唯独练太极拳呀 跟熬中药一样啊 闻火无火 慢慢来吧 慢慢熬着吧 啊 慢慢熬也能熬出来 所以呢 在练太极拳 并不是太极拳不行 而是什么呢 而是训练的方法 失误了 训练体系 不完善 有错漏 对太极拳的本身 整个这个体系 训练体系来说 认识不足 才会导致你自己 用不上 变成一个完全的挨打拳 啊 那我们自己说 它是挨打拳 只是戏称而已 戏称而已 因为表示这种难度会比较高 门槛比较高 所以呢 大家在这里说清楚之后呢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关注更多课程 感谢观看